许多喜爱泰鲁阁峡谷景观的民众都相当期待泰鲁阁国家公园山岳吊桥的开放 而泰管处终于确定将在8月12日开放 预计从8月7日要线上预约 而每天总量管制800人参观 可以欣赏到360度壮丽峡谷风光 泰鲁阁国家公园最新完工的山岳吊桥距离河谷153公尺 在吊桥上能够俯瞰整个泰鲁阁峡谷 而且3月吊桥也是泰鲁阁峡中最长的吊桥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陈乾隆表示 8月12日将举行开幕典礼 暑期期间我们会采取四营域的一个方式 那四营域期间我们会采解说预约系统的制度 那这个预约系统也即将于8月7日上线 那上线初期 这个我们每日会有4个梯次 每梯次大约是200人 那四营域的状况 我们会调整到6个梯次 每梯次是250人 总数服务的游客数呢 会达到1500人 那四营域期间 我希望游客注重这个自身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桥梁的设计相当安全 不管是风力 地震 强风豪雨 都有这个相关的安情系数 由于桥面横跨在河谷之上 风势强劲 在经过设计单位风动测试之后 在桥面中间设置了格栅 增加吊桥的稳定性 因此获得107年公共工程金安奖 以及108年金纸奖的肯定 尤其在风力方面 我们在桥梁中间 特别设置一个风速剂 那桥本身 也利用隔板的一个设计 就是在避免 风力产生的一个振幅效应 强风 桃雨 地震 那每一秒这个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 我们就会疏散人群 进行进行 市场期间 非常希望游客 前来揽胜 但是千万记者来之前 先上网预约 泰管处提醒游客 吊桥上风势强劲 禁止撑伞 跑跳 攀爬 攀越栏杆等等 影响安全的行为 并且也注意不要让随身物品坠落 居高临下的视野非常的美 六星小谷 我们其实还蛮常来 但很少从这么高的高度来看它 那这个感觉 其实就觉得 视野真的是非常了阔 无望无际 同时8月12号中午起 对外开放 预期将吸引人潮聚集 而为了游客安全考量 三月吊桥 及周边的布洛湾台地 禁止空拍机 起降以及空拍 以申请核准者也一并禁止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